山东大哥是铁沙掌啊 滚烫到油锅里面翻撞模 烫不烫啊 烫不烫 再来一个 好了撞模出锅 再来一个 山东合泽中式大披萨 今天我们在山东合泽 尝一尝这边号称中国披萨的特色美食 吃的人不少啊 这边应该都是刚刚煎出来的模 我们来看一下撞模是怎么制作的 这一团面大概有多重啊 这有四斤多斤 四斤多啊 这边有好几种线子 这个五花肉 五花肉的 瘦肉 瘦肉啊 这个呢 这是粉皮的 粉皮 鸡蛋粉皮酒的 这个呢 这是驴肉 还有还有驴肉的啊 对还有驴肉的 这个是要把肉包进去啊 对 改成长条 然后把肉包里面 撞模是不是咱们这边特别有名的小吃啊 对 河泽的名吃 河泽定陶 对 这边是叫什么 黄叶 叫凯多家 现在还少了的 还少了啊 以前才多的 但是我感觉你们家好像生意最好 对 门口都排队了 对 我卖过 这刷的是什么油啊 就是那个 料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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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香料熬出来的 香料熬出来的 对 这个可以成的嘛 这个要带一点酥 对 料盐 盐也是料盐啊 大料一盐半 啊能闻到能闻到那个香料的味道 哇这大坨肉啊 对 这肉大概有多重啊 这肉大概有多重啊 这是三四斤吧 也三四斤 那你这一个磨就要七八斤 还要加别的东西吗 一会在锅里面加鸡蛋 哦还要再加鸡蛋里面 像这个磨是怎么卖啊 这个磨这个十八块钱一斤 那你这一个一百多块啊 差不多一百多块钱 把它叠起来 叠起来 然后给它砍在那圆子了 哦再给它分口 然后手机分 它这个为什么叫撞磨啊 撞磨啊 撞磨 你去哪里传下来 这个叫撞磨 传下来的名字 我以为是山东的撞汉这个磨 其实它就是煎的油饼 对 馅饼 烫煎就是煎油饼 好像是面的口感吃这么一样 哦 太别酥吃的 这是发面吗 不是死面 死面就是活面都有技巧 有技巧的啊 对 它里面还不能放东西 哦 水和面都有 就是其实我这样拍一下 就算别人看到它 也不一定能谁都会 对对对 以前都是在那个大街上干 哦 现在这个 看没面了在在店里面干 以前都是小摊 以前就是大棚子 然后搁大 哦 这个应该算祖石吗 哦祖石 祖石啊 这是撒的什么 很湿的啊 很湿的 很湿的 它甩帽子 以前跟外面找那个露天干嘛 啊 就是那个 人一看吧 一看都会做了 就是会做了 啊 其实做不好 一家都干了多少家 一家干一二十家 哦 现在怎么干 你干多少年了 我干了二十六年了 你 三十 四十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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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胖的人好 显年轻 胖的人 脸上没皱纹 对没皱纹 赶一下就能煎了 对 赶完了 赶完了下锅一会儿 在锅里边关鸡蛋味 哦 还要那家鸡蛋 天锅软了 那大 关锅子 看着还下锅 哦 撞锅下锅了 你刚刚干的时候肯定不是这种舞子吧 哦 是这个柴 那个费事哦 对 火不好找的吧 五花肉和素肉的价格一样吗 五花肉的便宜 五花肉的肉便宜 是多少钱一斤啊 十六块钱一斤 驴肉都是多少钱一斤啊 驴肉的 之前卖三十 三十一斤 三十一斤 驴肉贵了 驴肉贵了 那你一个驴肉的饼 要卖两百多块 素的是多少钱一斤啊 素的十块钱一斤 十块一斤 像这四种驴子吃的人最多的是 差不多 这个五花肉多一点 爱吃肥一点的 对 这个五花肉就是最原始的状态 哦 这些都是后来弄出来的 对对对 它可能是煎出来这个里面油香 特别香 原先那个做的这个磨嘛 肉比的大了多 那一吃这个肉就出来一个肉丁 就这么大 哦 现在都改成肉丝了 根据现代人的口味啊 人家吃不了这么香吧 哦 以前的人一年也吃不几回肉 哦 现在都要健康了 对 还要吃瘦肉的多一点 除了和泽这边还有哪边有这个状态啊 这和那也有吧 也有是吧 一样吗 不一样应该不一样 哇 这一大团肉 酸微瘦的吃肥肥的 那有葱花 那别的地方的状态都是你们这边传过去了 也不能说就是这个地方前 不能说啊 对 它都有嘛 什么哪个地方都有做这个 做吃那个特色的地方 嗯 现在大概有多少个土地啊 现在 我又没吃蒜白也很多 对 炶的话 ood 好 忙的话你一天也要做个一两万啊 哎呀 没算过 没算过 哈哈 嘛 去甴上去养方便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啊 我看很多人说 和泽的这个作模就是山东大披萨 때문에 和泽的做不 帅多 帅多啊 嗯 都是脆肉的 这个如果馅少的话肯定就不好吃了 对 你本身它这个面的话 只要油多了就肉多了就好吃 嗯 主要这个馍头就是一个肉感 其实好吃 一定要肉多 对 那这个素的好吃吗 素的就喜欢清淡的也可以 有那个16个鸡蛋一个 啊就荤素都是16个鸡蛋 对 这会还不算太忙啊 我看门口已经煎好好多张了 忙到时候你要几个锅啊 四个锅一起煎啊 八个 这边还有三个 这边都是什么 这就是清淡的粉皮啊 那看来你粉皮卖的也挺多的 这么多 哦粉皮韭菜线 拌起来了等一下 下锅了啊 哎呀再来一张 这些什么油啊 这些油什么油啊 豆油 三个面 以后关鸡蛋 看一下这边打了多少个鸡蛋 成框的 全鸡蛋 你这一天鸡蛋就要用不少 多的时候一天就用完了这么多 一框鸡蛋就用完一天 这么多都用完了 就是 这么多鸡蛋一天用完啊 忙的什么现在用完了 哦哈哈 忙的什么便宜 你是打鸡蛋还要专门顾个人呢 哎 这个干 就主手翻啊不怕烫 习惯了 速线也不少 很便宜 这个便宜十块一斤 这个磨就讲究这个黑磨太大 啊这个醋呢没有肉你就得 打薄一点 要下鸡蛋了 哦开个口子挂进去啊 哎大姐这个有十六个大吗 六碗 哦两碗一碗八个 我说他说十六个大我感觉没那么多好像 这种油饼煎的脆脆的 里面有这么多的馅料 肯定好吃啊 啊 那边素的也下锅了 又做粉皮了 先长一点粉皮 我看他长的驴肉 哦驴肉的 熟驴肉 这个驴肉也多 有一斤吗这边 这一斤多 一斤多哦 那你这驴肉成本就要一百多啊 啊那得 还有一斤三两个 这是你们自己卤的还是在外面买的 买的买的 买的我回家里面有个驴肉煮的很好的 哦 我只要他现在驴肉刚才说是一百几一斤啊 一百零五 不是驴肉一的很有 哈哈哈 比牛肉贵哦 他见过一个吃的最多的就是吃了三斤 三斤饼啊 三斤 一半个 半个哦 一般人的话就是吃了 半斤左右吧 差不多半斤啊 半斤左右就够吃的 像你这么壮你大概能吃多少 我要喝的话我能吃一斤 以后吃一斤哦 对 这一般配什么东西吃啊 喝个汤有酸汤煤子汤也可以拿个磨吃个葱 哈哈哈哈 他当年有事是人就切一块磨拿一块葱就走了 哦 磨配葱 也有切点磨喝点小酒的 驴肉装磨下锅 老板你们这个干了几倍了 干好几倍了 老爷爷就干这个 其实其实老婆就是干干练的 就是一个坎 就你知道的就是四倍 对 哇太厉害了这也不怕胖啊 奇怪 关键手段是真有油啊 哈哈哈哈 酥的蛋里面是加韭菜 对韭菜 荤的就是笋蛋 对 韭菜 配鸡蛋好吃啊 香 对 来个麻油 再两碗 这好了 再来一下 哈哈哈哈 快好了吧 快了 马上就走 你把骨片啊 我锅都一定要扯了 你呢 哦 热气腾腾的 撞膜来了啊 这个就要吃热了吧 对 热的 还能配几个小凉菜吃哦 这点油凉菜 这点弯子糖 散了不是啊 哦这是丸子汤 哦 弯子汤 脚外和肉外两种一起 哦 不合 外奸外奸算了两瓶酒 十一块 这是你女儿啊 对 那个呢 儿子 儿子 哎呀 好好好 那算上他们你们家应该算第五代了 对 三两是多少钱 10块钱了 这是 两块中式大披萨 10块钱 再来一碗山东特色的丸子汤 十一 这顿饭大家觉得怎么样 净瘦肉的我这是 真的挺香的 外面的皮很酥脆 因为中间加了鸡蛋 所以里面这嫩的 我这个饭量 这两块我觉得正好 能吃三斤的那是什么概念啊 丸子汤 啊 这个应该就老板说的酸汤 是酸酸的 今天尝到了山东合泽的特色名吃 壮膜 但是有一个问题还是没搞懂 老板刚才他其实也解释不清楚 这个到底为什么叫壮膜 就是因为大呢 还是因为什么 我相信屏幕前应该有很多朋友都知道为什么 我们评论区见